曾渴斥林鄭講人話 香港記者李君雅 張世業 歡迎收聽《紳士角聽新聞》 香港電台節目製作人員工會5月4日回應媒體 證實李君雅沒有被續聘將於5月底離職 早前香港電台曾兩度無故延長李君雅的試用期 第二次試用期截止日期是5月30日 李君雅是一名港籍巴基斯坦裔人士 她以公務員試用合約身份擔任香港電台助理節目主任 在2019年反送中運動期間 李君雅曾在記者會上大聲吹速林鄭月娥正面回答問題 講人話 受到輿論關注 去年7月21日晚 元朗地鐵發生黑幫分子無差別襲擊市民事件 震驚香港各界 22日下午 林鄭召開記者會 但她對元朗暴力事件含糊其辭 李君雅在記者會上 厲害地指向林鄭及當時的香港警務處處長盧偉聰提問 昨晚是否是軍、警、黑、合演的大龍鳳? 林鄭遲遲不對問題予以正面回答 李君雅又連連追問 是否軍、警、黑、合演大龍鳳? 昨晚你們睡不睡得著? 可否正面回答我的問題? 市民等了很久 昨晚很多人睡不著 你們不要這樣 講人話 麻煩你 隨後 林鄭一行人匆匆結束記者會 在記者的虛聲中離去 相關視頻在網上傳出後 引發網友熱議 紛紛賺李君雅的提問 一針見血 大快人心 自此 叫林鄭講人話成為香港新聞熱詞 但李君雅亦因此遭到港府打壓 她在香港電台長達3年的試用期 原本在2020年10月3日戒滿 但在港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施壓下 香港電台將她的試用期無故延長了120天 香港電台工會認為 延長試用期極不尋常 質疑李君雅遭到無理打壓 之後 香港電台又與李君雅改簽另一份 為期120天的聘用合約 現在又正式做出 不與李君雅續聘的決定 她將因此面臨失業 自反送中運動以來 中共與港府對香港新聞業界的打壓 令香港傳媒界承受巨大壓力 5月3日是《世界新聞自由日》 香港記者協會公布2020年香港新聞自由指數 調查結果顯示 與九成新聞從業員認為本港新聞自由倒退 對新聞自由評分跌至32.1分 創8年來新低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 《香港大紀元時報》因為持續披露真相 長期關注香港民主人士的抗議活動 遭到中共特務多次破壞 4月12日香港大紀元印刷廠 遭四名蒙面歹徒搗亂破壞 多部電腦和印刷機遭到損毀 這也是該廠第五次遇襲 《無國街記者組織》4月14日晚間發布聲明 譴責香港當局放任襲擊記者的歹徒有罪不分 呼籲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停止對倒落媒體抱持懷疑的態度 根本就有詞 掌握的角落 感谢观看